大家好我是鹿子 我认识一位网友 他在广州市郊有一个农场 主要是养儿养鱼 最近他也接触到了自媒体 开始利用网络卖货 这几年祝农直播挺火的 我很好奇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是不是真的能够祝农 今天来拜访一位清源的俄军总司令 在这了解到一件事让我很惊讶 对养儿农民来说 吃草饭养肉质好 健康的走地 因为太瘦小卖不出去 饲料圈养一百多天素成的肥而肥而肥而卖得很好 它的肉质味好一点 清甜更香就吃得好 最好的还是吃草的那种 是呀 不好卖的 不好卖 吃草的不好卖 是呀 但其实吃草的是好吃的 是呀 对呀 子肠不需求 就卖不出去 穿不了 瘦身细脚 子肠就不卖得了 很多人喜欢吃我的磨 但是我就不想搞 因为要汤好 要加工 要做八博 加工费是十元 然后剩锋是十元 还有要三十元 现在的磨很贵 我在这里卖我已经百多元了 再加三十元的费用 已经很贵了 去到深圳了 所以我也不想赚这些钱 你卖贵了 你自己良心也过意出去 是呀 其实我现在卖我 我不用我操纵 大伙网红帮我卖 我已经卖了 但是我麻烦我不做了 很多网络的朋友 过年他问我我几钱 甚至深圳 我说八博 他转手啊 卖一百九百元 他就干净 他不用做 他卖我成四十元 哇 你赚的还没有他赚的多 是啊 你赚多少钱啊 像这个一百六的话 运费加工费三十啦 即使是百二三元 就是我而已 一百二十几元而已 最高利润就是三十元 他已经赚了成四十元了 所以你一样的 你赚到我 你帮我卖我啊 我都可以赚你这笔钱 是啊 我八五元交给你 发现了一条身材之道啊 对吗 来来合作一看 对啊 网络上很多这种人 很多这种人 大家粉丝就信任你 嗯 就赚粉丝的钱 我说实在话 其实网络上 四个周一已经落头了 赚不过了 是赚粉丝卖过 正多钱 网红都是卖过 卖过正是赚到钱 我还没有卖过东西 我自己还没有从来卖过东西 你想五十万粉丝啊 十万粉丝 你必然你要卖过的啦 看你卖什么锅 对吧 没说错啊 到时候我卖额 卖两百亿只的额 到时候兄弟们支持一下 哈哈哈哈 你没有赚多 你真不用做事的 你给个地址我 我帮你寄出去 哦 然后这样我坐在家里面 就可以直接赚粉丝 四十块钱 哎呀 啊 兄弟们 靠你们啦 哎呀 回去的时候我就在想 额农每天辛辛苦苦 一只额赚30元 猪农网红转手 一只赚40元 最终买单的粉丝呢 花的钱可能比 车市场的价格贵一倍 大家觉得这样 真的算猪农吗 我还没准备 我希望你能够 我希望你能够 不许是 我希望你可以 看你